真正会吃的吃主 吃槐花必须得吃那种 要开还没全开 稍微刚露出点白的那花菇 老北京人管这样的槐花叫槐花米 每朵槐花的最下边 都有一个绿色的小拖 这个拖是苦的 还有一股槐树的味 吃的嘴里特别影响口感 临坐槐花懒聋以前 只能是拿手掐 把这小绿拖全给它掐下去 掐完了拖的这槐花 搁在清水里边洗干净了 然后趁着那个炒糊劲铺在面皮上 还得再铺一层肥肉丁 肥肉丁上的不能有肉皮 更不能有瘦肉 只能是纯白色的肥胶子肉 铺完了肥肉丁 斧头上再结结实实的撒两把白糖 撒完了白糖以后 把面皮卷起来 按普通懒聋的那个路数 上锅蒸就成了 蒸槐花懒聋 必须得多蒸会儿 一直蒸的肥肉丁眼瞅着 就快化了才能出锅 蒸到这个份上的懒聋 各大案板上切开一看 肥肉丁 槐花 白糖 三样东西都已经掺和到一块了 跟果酱差不多 稍微捏一下 立马就能流出来 所以吃槐花懒聋 比普通懒聋还多个手续 一块槐花懒聋 拿在手里头 不能直接下嘴咬 现在使劲 作这么一下 一口作下去 一股黏黏黏的甜摊 当时就能流到嘴里头 槐花的香味直窜鼻子 能让人找着 喝槐花蜂蜜的感觉 感谢观看